泰国陆军司令阿努鹏保钦达当地时间26号要求政府下台 泰国反政府组织人民民主联盟立即停止抗议活动 以恢复政局稳定 但他否认将发动政变 阿努鹏当天与泰国政治局势监控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 讨论现阶段局势 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阿努鹏表示泰国政治局势监控委员会 建议宋蔡总理解散国会下议院还政于民 以解决当前泰国面临的政治骚乱 他直言现阶段主要政府办公地点遭封锁 暴力事件增加应该提前选举 阿努鹏否认军方计划发动政变 政府权力依然完整 按照他的说法 政变可以彻底平息混乱 但会引发许多后果 但刚从毕鲁返回泰国北部城市清迈的泰国总理宋蔡26号晚发表全国电视讲 指责民盟夺取苏安纳普国际机场的行为违反法律 表示他不会辞职也不会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 宋蔡说自己是民选总理政府是合法产生的民主政府 他说自己是否担任总理并不重要 但自己必须维护国家民主因此不会辞职或者解散议会 冥盟示威者也拒绝撤离苏安纳普国际机场 冥盟支持者与政府支持者当天发生冲突 示威活动组织者说 机场附近地区当天发生多起小型炸弹爆炸 一些抗议者受伤 机场内也是一片混乱 所有航班都被取消了 数以千计旅客25号开始滞留机场 我认为为什么他们选择了一个国家的空间 像一个航空空间 去抗设一个国家的问题 如果他们有一个问题 他们应该选择另一个地方 大多数人在这里被影响了 不是台湾 我认为什么事发生了 他们不会跟我们聊 我生气和悲惨 因为我有两个小孩 受政局混乱影响 泰国股市26号早些时候下跌2% 为5年来最低水平 泰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旅游业 已遭金融危机重创 抗议活动使经济雪上加霜